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大 今天要來開箱大板瓷磚 寶板瓷磚的專業工具 有人稱它為大板 有人稱它為寶板 台灣比較常見的規格 大概就是120公分乘以240 120公分乘以320或360 這種比較大尺寸的我們稱為大板 像我們這邊要貼的是120公分乘以278 它是需要一些比較專屬的工具 那陳大本身自己有蠻多在貼磁磚的朋友 他們大多數都還沒有看過這套工具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拍一個磁磚工具的開箱 讓他們看一下 有機會的話他們也想嘗試一下 目前台灣在用大板工具的品牌大概就三種 一種就是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一個就是大陸的臥能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眼前看到的西班牙的瑞比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開箱瑞比的大板磁磚工具 那首先我們要開箱的就是 看起來應該是工作桌 這樣是一組工作桌 它一張工作桌的長度大概是180 那我們現在要拆的這個是瑞比的工作軌道 它可以裝水切機 也可以裝切割盤 這就是軌道 一支長度大概是110公分 總共買了三支 可以拼到330公分左右 然後這邊有吸盤 因為我們要吸在磁磚上面 一個吸盤 兩個吸盤 本身只有附兩個吸盤 那我們有另外再買 因為兩個其實吸服太足 手動的工作軌道 因為有電動的 所以我們特別講一下 這是手動的 那現在這個是瑞比的切割機 它可以切倒角 裡面就是有一台切割機 這邊有一個鍍兩尺 那這台機器 它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它是220的電壓 這台切割機是可以調角度的 從這邊搬起來 像我們現在是調45度 它也可以接幫不進水 我們也有幫不進水 但是直接用瓶裝水比較快 因為我們沒有切很多 那現在要切45度角 我們現在倒角完成了 這樣倒起來很漂亮 那當然也可以用手工倒 只是比較花時間 用了這個工作軌道 然後機器調整15度之後 就可以很簡單的 切好這一個倒角 現在要開拍打器 因為大板要拍打 要把空氣趕出來 那這兩片是手動拍板器 那這台是電動拍板器 我們買回來比較一下 這台是握能的電動拍板器 那一樣它是220的電源 那我們現在在模擬大板 這個是大板的拍磚器 它的重點就是要把空氣趕出來 這是手動的 那正常的情況下 就是從中間開始 你看那拍過的 這個拍得比較好的 空氣就有被趕走 那我們又準備了一台電動的 也是一樣從中間開始趕 這個就是手動的拍板器 這是電動的拍板器 那因為大板普遍都比較薄 所以需要就是拍打 讓空氣可以流著出來 這個應該是拉緊器 要把兩片磁磚拉緊 然後調平用的 因為大板磁磚可能比較需要用到 這裡比較高有沒有 還有一個用這個 把它往下壓 這個只能頂著 這個不能壓 好這是瑞比的切割刀 那官方資料說可以切到12mm 這個是磁磚夾 手動的工作軌道 吸盤把它吸起來 然後推刀就可以這樣切割過去 切割過去之後用這種磁磚夾 把磁磚夾開 我們現在開箱的這座應該就是台板架 好那這座台板架 是沒有品牌的 有朋友使用過說覺得還不錯用 大板磁磚 這麼大塊 那怕它彎折 所以就是一定要用台板器 台板器應該算是貼大板裡面最重要的 一樣工具 那我們也都示範過各種工具了 拉緊器 可以把兩塊磁磚拉緊 可以調整高低 拍板器 手動拍板器 電動拍板器 然後就是台板器 做大板 絕對要有大板 台板器 那工作桌可能不是那麼的必須 但台板器是一定要有的 那這就是我們的手動工具軌道 一直110公分可以一直接 那正常情況下 330公分就夠用 那工作軌道 它可以套軌刀 直接切磁磚 也可以裝上這個電動切割機 那這台電動切割機本身可以 使用Bump噴水 然後可以切倒腳 那這個就是軌道固定的吸盤 這就是所謂的大力鉗 磁段用推道之後 要用這個大力鉗才去切割 以上就是大板的常用工具 那成大本身有很多磁段的朋友 做掃底的貼牆壁的 很多都想進入大板這個領域 對這個大板的必備工具都還不是很清楚 剛好趁這次機會 把這些工具介紹給一些朋友了解 那我們是安心整合 希望我們的朋友請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